今天逛街市 見到折瓜都挺漂亮 不如煮一下折瓜湯 今天就煮這個 折瓜漿魚花生味斗 加幾粒瑤柱 這個湯的功效很去濕 還有預防感冒的好處 而且一年四季 大人小孩都適合喝 馬上跟大家分享 我是粵主員好 大家好 當然要有章魚 以前我買下的 在紅白藍膠袋裡 即是買海味的 即是在酒樓裡 買了一些魷魚 鑼片 這些章魚 現在章魚二百多元斤都有 那我就拿一隻 這些這麼小的 這集貨店都買三四十元 拿一隻出來煮這個章魚湯 另外呢 切瓜 大家的影片都看到了 我買折瓜 最主要是有些無樹起的 這些就為之漂亮了 太淡色的就一般了 我喜歡吃的 所以就買三個折瓜 另外花生味斗 如果不是經常煮的 就不要買定 這些 例如買一次 就說五元一包 或者有些街市要上百元 一次過用完就算了 千萬不要買定 不需要的 現在這個年代 有瑤柱就放幾粒 放三粒 湯就甜很多 然後 如果想湯甜一點 又放幾粒蜜棗 現在都已經開始習慣 不要傳這麼多貨 就可以了 放三粒蜜棗 下去了 然後呢 其實我買豬展都可以的 不過我又看到那些 飛牌 喂 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飛牌 15元一磅 你看到開箱 看著它就妥切一點 我現在要來燜茄汁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留一塊來煲湯 如果不喜歡飛牌 就去買一塊豬展 這塊大約是十元左右 這個湯就很去濕的 現在天氣 一時乾一時濕 這個湯就預防感冒 折瓜 一連四季都有 是正氣瓜 還有 譬如章魚這些 就是補血養顏 清腸 舌小便 好養血護膚的 所以這個湯 整天都可以煲 可以 花生微豆 瑤柱這些 煲什麼湯 基本上都可以 下去 OK 馬上和大家分享 章魚 折瓜 花生微豆 瑤柱湯 如果急凍骨 要先解凍 如果新鮮肉 就這樣去水 急凍骨 就先解凍 好 另外 瑤柱 我們先浸一浸 先浸一浸 先浸一浸 例如 洗一下 待會 瑤柱的水 就要回 章魚 放進水裡 讓它啡一啡 作用是清潔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 花生微豆 倒進去 一一滾起 基本上 蜜棗就不要放進去 因為 煲得太久 就會 出色 好 來處理 折瓜 拿回來 折瓜 搞定了 真是快手了 好 這邊的章魚 又煲好了 過來 這樣飛一飛水 現在就可以拿去浸一浸 用水 甚麼汁都乾淨了 好 拿過來 另外 飛排 已經解凍 我們又把它飛一飛水 加少許酒 加少許鹽 好 我喜歡這樣飛多一點 不用太多 好 解凍飛排 大家看到 就可以直接下去飛水 好 飛好水 再跟大家說 好 飛排也飛好水 好 好 過來洗洗它 再熬一湯 好 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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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開之後 把剛才那塊飛排 用豬剪也可以 放進去 然後 搖柱 洗乾淨了 再浸了搖柱水 放進去 好 蜜棗也要清洗 其實應該要灑灑 不要緊 洗乾淨 好 然後放進去 好 折瓜 放進去 這些豆 沖乾淨 就可以了 這些豆 即是熬湯 加微豆 我就最喜歡喝 OK 不用太多 不要誇張 現在很多大排檯 都是花生微豆 荔湯 OK 好 加水就熬了 好 先加好水 好 水和材料 大約四升 因為你預約少許位 等它煮起 熬豆湯 就要焗的 不要說你一米煮 煮多少個小時 豆都不會出味 你煮好之後 焗回去 同等的時間 譬如一個小時左右 那些豆 才會散發到 譬如那些 飛牌 和章魚 一個小時 什麼味都會出光 折瓜 如果你煮湯 不要切到一片片 一塊塊 整個丟下去 那待會有瓜 如果你切散去 一會就沒有瓜 你要理解到 現在大火 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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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收回小火 煮一個小時 好 現在煮起再和大家說 這個湯煮起 我們要收回小一點點火 小一點 小一點 這個火 這樣煮一個小時 這樣煮一個小時之後 你就不要打開蓋 因為有豆的關係 就是要告訴大家 有豆是需要焗的 一個小時之後 再和大家說 這個湯煮了一個小時 現在就 大家看看這些豆 這些豆 怎麼煮都不軟 這些花生微豆要焗的 所以我們要關火 關火 不要打開蓋 這樣焗它 焗多久都沒有所謂 起碼焗它一個小時 那些豆 花生 就會出味 一會兒 淋飲的時候 再煮十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關火 焗它一個小時 湯就這樣焗了一個小時 好了 好了 那些豆 就浸到它 淋了 就可以了 即是煮一個小時 關火 焗一個小時 現在就打開火 打開火 煮十分鐘 十分八分鐘就可以了 即是煮起了 就能喝湯了 好 一會兒過來喝湯 一會兒 折瓜 章魚 花生微豆 瑤柱湯 哇 這個正 哇 真是很香 不得了 哇 香噴噴的 湯 真是 很棒 原來有了漿 很簡單 這塊 這塊豬肉 我就不切了 我特地這樣 讓它一塊 好 好 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這個 這個 最主要是 章魚 哇 很漂亮 但是很清 你看到 飛了水的骨 就一點都不肥 這輪天氣 又冷又熱 哇 十二月 有時就冷幾天 有時都熱到秋筋 哇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煮一下這個湯 因為 一年四季都適合喝的 大人小孩都適合的 尤其是 婦女最重要是喝這個湯 哇 這個很棒 希望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非常之簡單 材料又容易買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多謝大家 祝大家越煮越好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五十萬訂閱 今天終於都到了 好開心 好多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好